很多人买了尼欧之后发现一件事 就是它非常的不抗风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的环境 它就影响非常大 而且它这个欧斯莱特这个粗片 其实整个画质并不是说让人家满意 但是因为体积小巧嘛 携带方便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那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 可以让它更进一步的方案呢 来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Beta FPV又是他们家的飞机 Povo 20这个是新的Pro版 看这个盒子的体积 就知道这个飞机也是非常小的 这个是两寸的小飞机 先前我有开箱过那个Povo Pico 那个也是很好飞 来我们直接打开看看 好 这个 很直觉 打开直接就是飞机本体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从飞机上看很明显的 是一个倒置的一个电机设计 然后你看到 这个飞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仔细一看一下 它怎么没有镜头呢 怪怪的 它怎么没有天线 这个布局怎么有点奇怪 像是只有碳板跟其他的设备呢 这个我们慢慢来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备上面 这里有一包 打开看一下 看起来是螺旋桨 还有排线 这个排线应该是 全部倒出来 是接那个USB的 他们现在为了清 都用这种转接Type-C的版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我自己觉得是 其实还OK 然后我们来看螺旋桨 这个螺旋桨非常有必要来提一下 可以说是这一次的新升级的一大亮点 它这个是Beta FPV 跟前锋他们合作开发的2218的奖 你听到这个2218 有没有发现 这个居然是2.2寸 所以我前面说的2寸 其实是不够正确的 它是2.2的尺寸 比较小看 它只大这个一点点 四个奖页将在转队穿越机来说 尤其是这么轻 这么小的飞机 大一点点 总体的这个升力来说 效率都有不同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逻据 逻据做18 18你会发现说 它也是比较小的这个逻据 可见它还是目标 是往这种比较高效益 就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这种拍摄 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奖页 这个是黑色的 那另外 建议是还可以再购买 你看我这个透灰色的 蛮好看的 就是两种 放在一起比较一下 这两种呢 就是你可以自行多购买一些备份 这个只有在他们那个β 他们家的可以买啊 这个目前的话 其他是说没有其他的销售通路的 我可以螺旋桨 我们一样放旁边 接下来看到里面 哎 这个 这个是天线吧 哦 它还有附带一个 这个看起来是装不同图床的座 它可以适配其他图床 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跟Pico实在太像了 两个老鼠尾巴天线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前我本来原本以为说 那个欧山配两个这个老鼠尾巴天线 应该效果不太好 结果我告诉你效果出奇的好 这个有玩过Pubber系列都知道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啊 螺丝啊 就是配的螺丝 还有这个非控解身电 也不是非控解身电啊 那个给图床用的吧 图床架子用的 哦 就是这样 哇 还有附一个灯带 这个灯带 哎 我不知道什么颜色的 我试试看 灯带这里看起来也是做插头的 你不用再焊接了 这是非常不错 接着是它这一个核心元件之一啊 它这个是图床的支架 以及摄像头的支架 它是做成一体这种柱树的感觉的 下面你看 有麻油螺母在里面 买这个金属螺母在里面 然后哎呦 这边还有刻一个小小的这个字啊 帕我直接写在上面 整体的韧性 我觉得还不错 嗯 不知道耐不耐炸就是呢 看一下后面呢 它现在也更改成说 你可以装原本的那个 欧山图床原厂的天线 也可以用它附带的老鼠尾巴天线 看你要用哪一种都可以啊 有的人觉得说 那尽量减轻重量啊 减轻重量就用老鼠尾巴天线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 你觉得说 欧山图床原厂那个蘑菇天线 比较好看 所以说颜值啊 或者是续航啊 怎么样的 这个就无所谓啊 全纯粹说看你个人的喜好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放着看飞机本体了 所以来我们来看这个飞机本体 哇塞这个跟之前比起来啊 我觉得圈圈有变啊 我听他们说这个圈圈有在做一些设计啊 稍微有点不同啊 哇塞这个真是不错啊 而且碳板的这个质量也是一如往常的好啊 Beta FPV他们家 我真的觉得坐飞机这个以质感来说啊 这个他们家没有什么好闲的 说真的不会有让人家以前那种玩航母的东西 对不对 都是烂东西拼凑而成的 现在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这些不愧是大厂哦 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电源接头使用的是XT30 这个黑色的接头 跟以往我们常常看的黄色不一样啊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也有有一个排线 从这个感觉上看 应该就是预留给欧三图传的 所以很方便 看来是装上去 直接直插就好了 不用再焊接东焊接西的 然后这边呢 还有有一个插头啊 看一下插座 这个插座应该就是给这个灯带吧 不一样啊 这个是我看一下 这个是母座吗 看一下 好像不一样啊 那待会再看看怎么接啊 然后看一下 它这个电机也是用 你看 拍像 电机也是用插的 真的很方便啊 你如果说有炸坏的话 零件直接换就可以了 这个电机现在是采用自家 LAVA系列的1104 7200kV 这个有变啊 在动力跟续航上 配上这个2.2的奖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好飞的 电池绑带 一样这个是下置式的 说到电池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用的电池啊 是这个 LAVA系列的是 550毫安时的 这个是高压的锂电池哦 这种高压锂电池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做得非常小 满电池4.35 你看到这个 应该是完全合的 这个Pubble系列就是这样 你看 可以放下去哦 你可以用其他电池都OK 但是我觉得 说到这个 LAVA系列电池哦 我觉得 背上他们家 真的是改掉这个 以前到现在的印象 你知道吗 说真的 以前他们家电池 我觉得就是普普通通 没有很好用 然后现在 这个LAVA系列 尤其从那个 Air系列开始 哇 我真的觉得 而且大家 我跟你讲 我们群内那个 非有整个都改观了 它新款 这个电池 真的非常好用 不再像以前这样子 我是真的蛮推荐的 真心推荐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 ELS的天线 是做这种铜线的 有点可惜 我希望是外接天线的话 我比较喜欢外接天线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 搜讯上不知道会不会有所差别 这个我在帮大家做一个测试 整个飞机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看一下 来 我们现在啊 我看一下我的我的O3跑哪去了 来 这里是一个新的O3图传 我现在啊 把它装上这个飞机 装就不用教了 装这个太多太多影片可以看了 大家可以去随便搜寻就好了 我们来把它整台飞机 来看一下它装起来的样子 以及它的重量是怎么样 飞机装好了 这个装机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 像模块化的设计 这个O3图传只要卡进里面 然后呢 镜头把它螺丝锁好 下面减震电跟螺丝锁好 就完成了 当然天线你要换一下了 天线把它换成老鼠尾巴 你看 整个非常的简洁啊 我好喜欢这种简洁的小飞机 真的是太棒了 下置电池 整个中心在下面飞起来 一定是非常好飞的 然后后面这个我刚刚说 不是说这个是什么孔吗 原来这个是给那个转接Type-C用的啊 那灯带的插头 它是留在里面 我现在还没装 它是放在里面 直接抽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机的重量是多少呢 我看一下现在是带电池的状态 带它这个电池 原厂 来这样放着 目前这样子看是150.3克 哇 真的非常的轻啊 这个以前哦 是想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可以这样子哦 不带运动相机 因为这个科技进步啊 用O3来拍就真的是已经是很够了啊 但我说这个很够呢 不是指着说哇 你有广告商业什么样的 是指着说 一般我们使用玩家在玩的话 已经是觉得很好用了啊 这边跟大家插播一个消息啊 某宝的双十一活动 现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啊 Beta FPP他们家也一样有非常多的活动哦 而且我之前开箱过的Air系列 还有那个非常适合新手的云鹰整套啊 那个云鹰穿越机 还有这个Pover 20 Pro 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优惠组合啊 还有很多其他活动 赶快去Beta他们家看一下 京东农宝都有不一样的活动 而且它有不同的时间啊 这个穿越机 我觉得在双十一买是非常划算的啊 来我们稍微的比对一下 看看完全不同属性的飞机啊 与其说穿越机呢 这个你有我觉得更像是一般 你可以说自拍用的这种无人机吧 对不对 我是觉得如果要讲穿越机的话 以它机动性还有整个整个动态啊 还有它的这个动力单元来说 这个Pover 20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出去玩呢 你看带这两个非常简便啊 甚至你如果不要用EOS啊 你这个直接用大家控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等于说一套眼镜遥控 带两个飞机去用 非常非常好啊 简单的拍一些 这样说好了 你这两个的素材可以混着用啊 对不对 有时候空拍机虽然说那个mini系列已经很小了 但是就是说我拍的东西 我出去旅游的话 我要拍的素材没有要很多 只是就稍微的有一些素材 那你就用这个带啊 或是有一些你比较说 操作上比较会怕说不好钻的地方 这个有定高嘛 你就直接这样子用这个 然后呢需要一些速度感的啊 很强烈的这种过弯什么的就用它 非常好 我觉得不会是二选一这种选项 应该是两个都买啊 这个这我觉得这个现在真的以前想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以前哎呀光是想到拍摄就很麻烦啊 小飞机啊 在罗狗啊 小的拇指相机啊 真的非常麻烦 现在这样直接出门旅游 就在这样 一点负担都没有 真的非常好啊 好吧 那么就是呢 因为现在这个NEO嘛 带来了非常非常多新的这个用户啊 他们会发现哎呦 穿越机这个东西就完美发现 哎蛮有意思的啊 想要再更进一步的了解 更进一步的认识 然后呢又不是说 一定要去飞什么五寸飞机啊 或什么三年五寸超大缺件机什么 就是一个简单方便好玩 那我就给你推荐这台Povo 20 Pro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 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已经有非常多的穿越机玩家 他是同时都买这两台的啊 这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嘛 这个呢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 这个是互补的概念啊 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概念 好吧 那么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了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